对于穆斯林来说 每一个人都应当坚定不移地去归信优玄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 可能很多人有一些疑问 因为优玄就是我们无法看到的 比如说信前定 优大信仰当中我们说信真主 我们信仰阿拉我们没有用眼睛去看到他 我们信仰天使也没有用眼睛去看到他 我们信仰后世也没有用眼睛看到天堂与火域 那么前定等等这些都是优选的 那么这些优选的都是来自于伟大安拉所启示的经典 或他的使者所为我们传达的记载于圣训的这些 那么这些如何去让我们每一个穆斯林 就坚定不移地去归信他 如何加深我们对于这方面知识的一些了解 我们希望在这期栏目当中和几位学者一起来讨论一下 那作为我们对阿拉习的信仰 还要包括对我们的先知 说到阿拉乡的信仰 那信仰我们的先知 说到阿拉乡的信仰 那比如说现在的圣诞给我们带了一些优选的信息 像阿拉乡和阿拉乡 无声 也就是说他在福日的话 我们要坚信 不当是古兰经里边给我们提及了 我们的先知的圣诞也告诉我们了 在人类耗尽志的话 就是要么的给要么 阿拉乡 那一天是一天胆战心惊的一天 所以古兰经里边的描述 在福活日降临的时候的话 每一个孕妇都会瞎得流拉场 每一个哺乳的妇女 会将怀抱中的婴儿 凹代部的婴儿 抛弃 然后孩子 孩童 儿童 因为福活日的惊恐 然后变得 黑法人变成白法人 所以等等的这一切 所以古兰经里描述说 你们看到每一个人就像是 喝醉酒一样 民兵大罪的人一样 其实他们并没有醉 而是因为福活日的惊恐 恐惧 所以我们要求阿拉乡 赴佑我们免遭那天的惊恐 阿们 所以阿拉乡 再一次的给我们描述到 关于福活日的惊恐 所以阿拉乡 有一天讲到 当福活日成立的时候 考算场成立的时候 那每一个人都是持生落体的 裸露着身体 出现在考算场上 当时阿伊什圣 他日比阿拉乡 然后说到 阿拉乡 是男男女女一块出现吗 阿拉乡 说是的 是男男女一块出现 然后阿伊什圣 他说到 那是不是很丑陋的事 很难堪的事 羞体全部暴露 对 于是阿拉乡 说那一天 人们无暇顾及他人的羞体 顾不上去看 对 所以这一方面的话 我们大家注意看 比如说近两年的话 在鲁鲁肃肃肃的发生一些地震 而且近些年来的地震 都是 都是毁灭性的地震 所以应验了我们的先知 算了 那是在我们的 末日的征典 也末日来临前的征兆 也符合日来临之前的话 其中的一个征兆 就是地震频繁 对 现在世界各国的话 经常几乎都在发生地震 而且一阵洞 都是毁灭性的 就我曾记得在我们地方上的话 也有年发生过一次6.2级的地震 然后是夜里边 1点左右中发生地震 然后一位妇女 是我们的一位老师 跟我们讲述的 是亲眼目睹 她就在他们的村子里边 然后那个妇女的话 赶快把小孩从床上 一下子飞起来的时候 就跑出去了 因为地震大家都不愿意通的跑 而且那位妇女的话 只穿了一点很少的衣服 几乎是睡衣 蛮不及再穿其他的衣服 只把那个孩子拿下一背的话 就跑出去了 然后在空旷的一个视野里边的话 评论一下 等地震基本平息以后的话 才听到小孩哭 一直在哭 然后看到的话 他的声音的话 从下边发出来的声音 然后其实他把那个小孩 已经背错了 把那个脚的话背到上面 头的话 头下边 头下山了 所以拿起来 随便就把他背 来起来的话就出去 到发出了哭声以后的话 才知道小孩已经背到了 那其实这些方面的话 是小小的一个地震 人们就会感到惊恐万分 所以我们大家试想 如果在复活日那一天的话 那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在这个复活日这个课题当中 或者在这个内容当中 我们可以问一下 比如说对于复活日的相信 复活日成立 那么这是对一些这个有信仰的 默明 穆斯林来说 但是对一些没有信仰的来说 他根本不相信会有这个复活日的成立 我问一个问题啊 如果没有这个复活日的这个成立的话 那么试想我在今世经常做过 是吧 我亏望别人 那么我的这个轻松是什么 我对别人的这个这些 何来的环抱 何来的环抱 那么这个用正常这个 安拉茨给的这个理智的话 就可以知道 那么这个肯定是要环抱的 你你欠别人的肯定是迟早要环的 比如我们经常在这个一般在说的 你出来混江湖肯定要环的 对 那么在这一个方面的话 我们的先知苏拉茨呢 跟我们已经说了 就是末日不会来临 除非是有迹象传承了 那么当中的话就提到了 先知苏拉茨的归真 也就是先知苏拉茨 这个已经过世了 已经去世了 那么这个的话 已经证明这个复活日 和这个季节日 已经临近 那么在这个当中的话 归主了 也就是先知苏拉茨 他的这个命令 他的这个使命 已经完全的已经结束了 那么阿拉茨在古兰经当中说了 今天我为你们完美了 你们的这个宗教 那么完美 又阿克马拉这个词的话 还是用过去词 也就是在最后降世的 这个一节古兰经当中提到 那么这个古兰经和这个宗教 完全的已经完美了 那么使者的这个任务也完美了 要不然阿拉怎么会说 这个穆罕默的 是你们是众先知的封印 那么封印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对 从刚才两位摄影和的谈话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作为一个信使 我们还不容疏忽 我们要对末日的归信 那么提到复生日 要么回岸吧 我相信很多的兄弟姐妹 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既然有末日 那么末日何时成立 其实类似的事情 在使者 亚罕默的时期 也有人问过 这一段圣讯 曾经有基布里拉 他变成一个人的模样 来向使者 亚罕默的发问说 穆罕默的请你告诉我 末日何时成立 这时候使者 亚罕默的对他的回答说 被问者不比问者知道 也就是说 这个问题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 他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末日到底何时成立 其实 亚罕默的不将末日 何时成立告知于世人 有很大的乞客 你看我们简单的提及一下 曾经有人说 2012年就是世界末日 但是在那一天 还没到零之前的一段时间 很多人他的思义 就不断的在膨胀 他想着末日马上要来临了 他要将他所拥有的 全部都消耗完 他要将自己的这种思义 无限制的放大 所以说 亚罕默的 他只签订好了有末日 但他没有将时间告诉给我们 其中一个最大的 最大的黑客 就是让末日成为我们 行善的动力 成为我们作的阻力 我们一旦知道 将会有这样一天 呈现在我们面前 非常恐惧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为这一天 做好充分的准备 刚才沈亚罕默已经提到 末日的恐惧 末日的恐惧 其实我们从古兰经当中 就可以理解到 阿末 亚罕默的他说 在那一日 人们将会逃离他的兄弟 将会逃离他的母亲 逃离他的父亲 逃离他的伴侣 你看在人世间 这么珍贵的感情 在那个时候 人们已经无暇顾及了 阿末 我们要相信末日 确实是成立的 他不是使者 所谓罕默的 编造了一个谎言 来恐吓我们 而是确确实实要成立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将末日 当成为我们 行善的一种动力 作物的一种阻力 能够让我们 暗制暗量的 去往上阿末 为我们所规定的空修 在有一个 就是古兰经当中 阿末也把这个 归星末日和阿末的话 连在了一起 很多 很多 那就说明了 这个归星末日 它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归星末日的话 那么和他来归星阿末 阿末 阿末他给你创造了这个人 那么肯定要有他的终结 好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来 阿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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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演播室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 我们谈到了对于复生这个优玄的知识的一些了解 那么古兰经与圣训当中伟大的真主 启示后世的复活是真实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将去面对的 所以为那一天你准备好了吗 那么在古兰与圣训当中还给我们提及了另外一个非常惊恐的一个场景 那就是在坟墓 那就是在坟墓当中 阿末的使者也给我们描述过坟墓当中的一些景况 那么在接下来我希望这位学者再给我们讲一讲 在坟墓当中有哪些情况会发生 上一讲我们学习到了浮生与集合 这一方面的话曾经有一个乡下的有我们阿拉伯人 刁难我们的先知说 拿着一块熟骨 对我们的现在的斯拉姆说 他说谁能够将他已经熟坏的这块骨头能复活 也是阿朗斯巴安的颁奖古兰尼对 现在的斯拉姆对他说吧 第一次能够写草他的主能够符合他 其实这节古兰尼的话告诫我们福生 这是很简单的斯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世间的话 最难的是粗糙 粗糙是最难的 创造一些东西什么模型都没有 什么模板都没有的 前提之下的创造是最难 像我们人的话 没有一个模型之前 首次造化我们的主 把我们造化了 这是最难的 但是在阿朗跟前的话很简单 那更何况我们死亡之后的再一次的浮造 那是易如反斩的死 所以作为这个福生的相信 大家必须要深刻的去认识他 这是造物主阿朗斯巴安的必定的一个 长道 你谁都逃离不了 其次我们还要相信这个梅克尔和纳克里在坟墓当中的拷问 真实的 所以我们的正确的哈利斯告知我们 当一个王人归阵以后 他的亲人把他送到坟墓 然后埋葬完毕 这个王人还听得到 来送兵的这些人的脚步生的时候 两位天使 一位叫曼克里 一个叫曼克里 这两位天使就开始了拷问了 然后问三个问题 你的阳主是谁 你的先知是谁 你的叫门是什么 如果他是一位姓氏 而且上宫作业的姓氏的话 他会说 我的阳主 我们的阳主的话 是阿朗斯巴安的 我们的先知是 阿朗斯巴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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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这三个问题的话 很简单就可以回答 很简单 但是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来说的时候 那么他是难如登天 或许的人会说 哎呀这样三句话 就赶快好好的背 把它背熟了 到那个时候的话 很简单就把它过关了 不容易的 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恐怕会遇到这样的事 比如说我们对一句台词 或者对一句话 对得特别的熟 让图安间遭到一种惊恐 一下子恐吓的时候的话 会忘得惊慌失措 哎想不起话 说什么了 这样这样的事 图安间会失去了 这样的一种记忆 哎特别是 如果说我们坐在一辆车上的时候 我们上车的时候 我们两个乘车堵爱 等等的这样的 谭笑风声走了 图安间车发生 这个翻滚的事件的时候 也许那个时候人们是满足 苦蝶喊娘 你谁也想不起念 这样的话语 所以两位天使来拷问 拷问结束以后 那作为信使的话 他对答如流 然后 然后一位体态 非常英俊 而且衣着非常得体 而且其位芳香的将得 一位英俊的人 站在他面前 某某人恭喜你了 你对答如流 然后这位王者的话 你也同喜 你是谁 然后这个人就说 我是你的上公啊 我是你的 我是你的 大汉上公 温家恭喜你了 你在有生之年的话 你对安拉 苏巴汉 罗泰拉的祖命的话 在执行安拉的命令的时候 毫不犹豫 毫不吃缓 在远离安拉的禁令方面的话 你也是果断 坚毅 所以今天你成功了 然后 真主 苏巴汉 罗泰拉的命令 天使说 你们为他 敞开一条红坛 然后让天使们的话 夹到欢迎 然后进入了天堂 如果是信使 在佛活着没有成立之前的话 那安拉 斯伯哈奴 他将会让 坟坑成为是天堂 落园当中的一座落园 如果不信道德呢 当他回答不出的时候的话 然后一个奇丑无比 体态非常难看 而且未到奇臭的一个人 站在他面前说 你倒霉了 你遭殃了 就是那坏行为 你生前的话 你对执行安拉的祖命 你迟疑犹豫腾腾的 甚至的话可以坚决的杜绝 对违抗阿拉 斯伯哈奴 的命令方面的话 你冲锋陷阵 首当其冲 而现在你得到了应有的报酬 于是阿拉 斯伯哈奴 他面临天使 严厉的天使用铁锤的话 朝着他的眉心 一锤 一铁锤扎下去 然后他发出了一声惨叫 阿拉 斯伯哈奴 说除了人类和神类之外 世间的一切都能听到那个惨叫声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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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坟坑里面的拷问 这是真实的拷问 真实的 其实在这儿的话 我们应该说明或者补充一个问题 那么人的话要经过四个过程 四个过程 对 那么第一个过程的话 大家都知道是在这个母福当中 这个过程 第二个过程 就是在这个都内亚当中 在这个吉时当中 对 他所要经历的 从下来开始一直到四 那么第三个过程的话 也就是每个人必须要到这个坟坑当中 这是必须的 你要进入这个后世 必须这个坟坑是你的唯一的一个途径 第一步 对 所以说古兰经当中说了 古兰经当中说了 古兰经在一个都的冒 凡是有血气的这些事物 都要尝试死亡的滋味 包括我们的先知 算了算了也一样 那么最终死亡要到什么地方 那就在这个坟坑当中 那么也就是说 你在今世的这种阿满工作 他的多少决定了你这个坟坑当中 你是幸福的 还是一个伯父 就像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所谈到的 一个人归属了之后 那么如果这个人是牵连的 那么他就会问了 你们快速的把我送到这个坟坑当中 他迫切的就是希望回到这个坟坑当中 享受坟坑当中的这种幸福 那假如是一个不幸到的人 那么他就会请问旁边的这些人 你们要把我送到哪 也就是他当时那种惊恐 就是只想知道我最终的结局是在哪 你们要把我送到哪 当然这个声音的话 人是听不到的 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惊恐 还有在坟坑当中 因为他没有试过上宫 两个天使的话 就是那种恶行表露出来 使他根本就忘记了 什么是他的宗教 什么是他的养主 谁是他的养主 谁是他的使者 根本就记不得 所以说在今天的我们 不能说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这几个问题 那我们就把它背下 或者是像考试一样 我把它装在这个口袋当中 装一个纸条 作弊的那种形式 那种都不好 因为只有你真正的 用这个自己的上工体现了 那么才能真正对答入流这几个问题 这几个问题本身也是很有启发 我们感觉好像这个问题很简单 第一个问题 你的养主是谁 这个问题可能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 有多少人会去关注这个问题 有多少人会去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而去付出自己毕生的经历 那么你是谁 我们很多人都关心 见面了 您是谁呀 相互了解 相互介绍 更愿意让自己得到更多的人的认知 认识 更希望把自己推荐给更多的人 尤其是一些有权力的 有地位的 一些名流 一些上层社会 上层人士 或者一些达官贵人 我们更希望把自己推荐出去 但是我们很少会想到 我的主是谁 所以说在人生当中 自己一定要为这一天去做准备 在我们有生之年 去关注一下 我的主是谁 而不是说光让别人来了解我是谁 我的主是谁 我的教门是什么 在这个信仰当中 宗教当中 我禀赋着什么样的使命 因为这个使命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 最终我们要去交这个差 交不了差的时候 谁也帮不了我们 所以在这个学习古兰语圣训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多去思考 理解加深 所以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提升我们的这种 对于伟大安拉的敬畏 对于后世的那种畏惧 相互的提醒 相互的忠告 让我们多多的关注自己的信仰 多多的关注短暂的人生 记住谁是你的主 谁是你的使者 你的信仰是什么 好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